原本靜止的畫面突然燈籠 電燈大力晃了起來 往戶外看監視器畫面劇烈搖晃 這裡是南投路古大輪山 在19號晚間11點23分時 發生瑞士規模5.1地震 深度15.1公里 而且連續7震 最大震度有4級 讓許多中部的民眾很有感 這個牆面一直這樣 在那邊咧咧咧咧咧 咧到這個牆面 還有民眾家中地板磁磚出現裂合 驚嚇了一整晚 就突然之間晃動很大力 然後就上下震動 只是後來就突然越咬越大力 跟921的狀況有點像 921的狀況有點像 就咬一下 其實大家都在睡覺 一個晚上連續7震 正陽又在南投 讓許多南投人 想起921大地震的可怕 也讓中部地區各縣市首長 在第一時間 臉書貼出地震文 關心自己的縣市民 雲林 彰化 南投 還有嘉義縣市 分別都有到達最大的震度市集 那我們研判這起地震 可能是當地有一些破碎袋 所引起的一個地震 認為很有可能 還是會有規模3到4的余震會發生 側報中心強調 7天內還是可能會有3 4級的地震 需要持續觀察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我是吳一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訊息 趕快加入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專業的主播群說新聞給你聽